正所谓一杀利一世界,戒助世界究竟有多凶险? 罗锋三兄弟参加宇宙佣兵考核,又会遇到怎样的危险呢? 宇宙佣兵考核在戒助世界中进行,任务要求是得到三颗风角尸和一根独角铁锡的独角,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宇宙剑系佣兵。 戒助世界是卡布戒助所创造的世界,其中面临的有三大危险。 首先便是戒助世界本身含有的各种危险,在戒助世界内到处充满着雷霆。 当年一位戒助在雷霆市买下一座别墅,在别墅中创造了雷霆世界。 别墅内的雷霆世界,甚至比一个星球还大,其内的死亡沙漠,也是最危险的区域之一。 也是雷霆世界的禁区,连凶兽都不敢在这里生存。 这些杀力很重,造成戒助世界引力很大,连罗锋的精神念力都受影响,甚至连方向都无法确定。 还随时可能爆发死亡沙尘暴,死亡沉暴随时可以爆发,一旦爆发无处可躲,只能逃跑,和沙尘暴比速度。 罗锋三兄弟在凹谷和铁南河的带领下,才拖出死亡沉暴。 为了得到风角时,他们必须要去风雷峡谷。 风雷峡谷是雷霆世界最危险的区域,这里充满着雷霆和狂风。 这也是雷霆世界最凶险的自然灾难,弱一点的宇宙级都很难抵抗,一旦被雷批中,恒星级没有一点生机,而风雷峡谷的风很大,越是中心风力越大。 宇宙级的强者进入风雷峡谷的中间,也会被狂风给刮成肉丝,其次是来自凶兽的威胁。 有人类放进去的还有自然产生的,这些凶兽实力强悍,足以和恒星级舞者一对一。 而罗锋他们这次的一个任务,就是独角铁锡的角,要想完成这两个任务。 几乎要跨越半个戒逐世界,还不能飞行,因为一旦飞行,就会成为凶兽的目标。 这些凶兽的速度非常快,他们的团队十几次遭到凶兽的追杀,和弱的小队就被凶兽追杀。 虽然有恒星级九阶的人保护,也几乎死了一半的人,而这也是宇宙中大势力排养弟子的方式,也就是不断的精力淘汰。 即便是如此,一万人中成为宇宙级强者的概率也不到十人。 罗锋逮住机会,趁乱才捡到独角铁锡的角,第三个危险来自于参加考核的人类。 这也是最危险的考验,人心最难测,宇宙见习拥兵考核,除了面临各种自然风险以外。 还有面对参加考核成员之间的风险,或者是杀戮或者是打劫,目的就是夺走得到的物品,所以一般参加考核的人都会组队进去。 罗锋三兄弟和凹谷铁南河组队参加考核,罗锋三兄弟得到独角铁锡的角之后,就遭到白火楼的势力追杀,企图抢了他们的独角。 这些人中有七个恒星级九阶,罗锋不想跟他们战斗,答应交出一个独角,白火楼的人还不满足要全部的独角。 凹谷本身就是恒星九阶的精神念师,配合赤混同目残片,在恒星级中,几乎是无敌般的存在。 恒星级九阶变得不堪一击,如果没有凹谷在这个小队中,罗锋三兄弟就得交代在这戒逐世界中,在风雷峡谷,大多数参加考核的人都不敢去采风角尸,一半都是埋伏起来抢夺得到的人。 罗锋在风雷峡谷躲了一个多月,才搜集到风角尸,这都不是最危险的,更加可怕的是,雷霆世界中还有一个世界,但危险和机遇是并存的,罗锋发财的机会来了。